飞天是敦煌的明天 他们就像曼妙的精灵 飞舞在枯顶早景 摇曳于故事化佛刊之上 守护在说法图佛刊那两侧 大家看 有三个飞天正环绕上方 其中有一个 双腿上扬双手散花 一群金带徐徐飘落 婀娜动人 这些飞天都保持着 极为优美的舞蹈动作 尤其是他们的双手 翻腹婉转姿态万千 那么我的问题来了 下列诗句当中都写到了 鲜鲜御手之美 请问其中哪一项描写的 是舞蹈演员的手部动作呢 A 素手居青矮 罗伊叶子烟 B 低眉杏手续续弹 说紧心中无限事 C 小锤手后柳无力 斜叶居时云欲生 年年队请答题 四位选手都选择了答案C 那么本题正确选项是 C 祝贺你们 齐开得胜 每位选手各得一分 给年年队加四分 戴行风 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解题的时候呢 是怎么想的 这个小锤手啊 就是明显的是一个 跳舞的一个动作 就叫小锤手 所以我就锁定这个C了 好 刚才这一段 情景共答题 就是思想加艺术加技术 我觉得这一道题 是完美地诚信了 康老师 这三个选项 非常有趣 我觉得这个题出得非常棒 第一个选项 是李白的 李白写李腾空 那当时李白做什么事呢 陪着他的夫人宗氏 到庐山 去找这位李腾空 一同修道 这个写的是 一个道教道士 去求道的时候 那样一种 飘飘欲仙的感觉 第三选项大有深意 白居易 因为他当年 在唐县宗朝里边 做汉林学士 在宫里边 经常看到 工人舞 霓裳宇易武 看着他是瞠目结舌 好似仙乐仙舞一般 霓裳宇易武 当年是圣唐气象的象征 所以白居易 就把这舞蹈记一下 他在杭州做自使 不仅是修了白低的 而且他当时 还训练了一批舞蹈演员 大家都来跳霓裳宇易武 后来他离任了 这个班子就散了 他一直引以为害 到了苏州 他决心重操 霓裳宇易武 但是呢 他听说他最好的哥们 圆枕的属下 有人有这个曲谱和吴谱 他就问这个圆枕 圆枕说 这个可以有 马上把曲谱和吴谱 给他寄了来 他看了之后 感慨唏嘻说 我一定要把霓裳宇易武 传下去 大家知道吗 从敦煌里边的飞天 到白居易的霓裳宇易武歌 这都是在传承 艺术的创造 需要若干个十年 一个时代的峰会的传承 也需要若干个十年 江山带有才人出 不只是出几个艺术家 而是要出一代的大师 所有这些人汇聚起来 才能让一个伟大的时代 伟大的传统再次复现 这就是敦煌的意义 也是唐诗的意义啊 也是我们保护好 墨高窟壁画的意义 单清可久 雅道私存啊 应该指的就是 老师说的那番意义 好